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下去呢 总是充满着期待 Sherling & Arthur呢 绝对不会是 也不可能是一个房车的玩家 但是呢 他们两个对于玩呢 都有一种独特的见解 爱玩 更会玩 对于有共同爱好的人来说呢 很容易呢 就能够找到一个契合点 房车呢 是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 兼具着时尚与实用于一身 当然Sherling & Arthur呢 绝对不会错过这次机会的 玩呢 对他们来说 其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探索生活的新鲜感 也就促成了我们这一次的 走巴拉撒维 对于他们来说啊 玩的方式很多 各式各样 上山下海 飞飞机啊 走石洞啊 逛口相堂啊 反正呢 想要知道更多 跟着我们一起走下去 哇 空气这么清晰 而且超级安静的 对啊 这边都没声音 对 都没有声音了 开了这么久车终于遇到了 飞了这么久的飞机来到了西雅图 然后又开了这么久的车 对 到底是怎样 小资旅游真的要这么小资吗 没关系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趟旅行会真的非常的棒 因为我们现在要去坐这个RV车 是 Charlene 你有坐过RV车吗 没有耶 可是照片看很多 真的 网路上面 然后还有一些电影上 有时候都会有RV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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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次要体验新的RV的这样一个 真实的旅程 真的非常给他期待 真的超级令人期待的 真的 赶快我们要进去了 哇 我们已经在门口 我们已经在门口中了 我觉得我们我们在差不多处理车 VIA R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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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Daryl Charlene Charlene Pleasure to meet you Pleasure to meet you Arthur 我们的会计资讯过来 OK 我们可以抽筊了 �特的用户8 进行户8 第二个 都是中国人爱户8 好,好 所以我們準備好了 好,我們來帶你去你的走路 然後我會展示你怎麼都行 好 Recreational vehicle就是一個RV了 其實RV也是車子,對不對? 車子的一種,大家都知道 其實車子的保養是非常重要的 更不要說RV這種大的車子啦 現在在我身邊就是VRRV的GM 也就是Daryl 還要跟我們一起聊一下 到底RV應該要怎麼樣做保養 嗨,Daryl 早安 早安 我會想知道 RV是特別的保養性 或是你怎麼會保養性的? 保養性的保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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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月每個月 每個月 你需要保養性的保養性 然後把養性的保養性 保養性的保養性 每個月 為甚麼特別是在冬天 最多人 沒有使用養性的保養性 在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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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寬天 不像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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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冷� positive 貨快 汽喝水冷泡 被替工夫 引述 尤其享誤 但是最大的部分,最多的系统的系统在 RV需要被驶植成的 单约和课系统检查。我设计系统检查的系统 系统检查的系统。他们是一群人的商量质价和保持在 RVs.它是很方便去找人 who's been trained to work on an RV versus someone who doesn't have any type of certification whatsoever for working in RV. There are many good RV technicians out there who are not certified, but at least at a reputable shop, the shop lead technicians are all going to be certified technicians. That way you know that your units getting the best care possible. Braking system should be very important too, right? Yes. Why is that so important? Well, braking on a RV is hugely important. Hitch pull trailers that are pulled behind, the trailer needs to start braking before the vehicle does. If the brakes prior to the trailer, then the trailer is going to start pushing the vehicle forward or the trailer is going to start to sway from one side to the other. The same thing happens on semi trucks and so the rear brakes always engage prior to the front brakes. If your rear brakes are not engaging, the weight of the trailer is either going to push you through it, lighten an intersection and put you in an accident, or you're going to come down the side of a mountain and you're going to lose control of the vehicle. Wow, that will cause a disaster. Yes. Right? You don't want your RV trip to have any any bad experience. Correct. And your job is? Our job is to make sure that their camping experience is fine. Exactly. So you have to remember, all RV trip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have a good and so long. Second, don't let the car ride into your car's car graduating from one side to another. Make sure that your car starts 是要算進去的 最重要的就是保險 這個絕對少不了 對啦 對啦 可是其實說實話 這個保險一般也不貴 差不多就幾十到一天吧 不過你要真的注意的就是 因為RV它的磕磕磕磕 真的很多 所以大部分呢 這個保險都會有 差不多一千塊的deductible 這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把人家的車撞壞了 自己要先賠一千塊 之後的才是由保險公司來賠喔 Deductible Deductible 懂嗎 懂 英文很好 非常的好 對 而且還有…比方說一些 Personal Kits 像是比方說什麼 被子 床單 枕頭這些東西 你從自己家裡面帶 肯定會比從外面買來的便宜很多 對 就像女朋友自己帶 應該也會便宜很多 Kitchen Kits 還有這種杯子 盤子 刀叉 砧板之類 這些RV公司 通常都會提供的 就不用自己買囉 可是如果不想洗碗的話 我告訴你 一致用的這些免洗餐具 刀子 盤子 傻傻…的 自己帶就好了 是 那至於像是桌椅 板凳 拿燒烤爐 急救包這些東西的話 我就覺得可以依照 每一個人的需求而購買 來到了西雅圖 大家第一個想到的是什麼呢 咖啡 陰暗的天空 還是睡不著的夜景 其實啊 西雅圖最具代表性的 我個人認為呢 就是這個Space Needle 這個建築物呢 不僅僅是精心設計的建築作品 當然呢 也是所有西雅圖市民 心中的一個驕傲 西雅圖除了空氣清新 綠油油的一片之外 還有什麼是特別的呢 還有它最具代表性的一棟建築 最具代表性的一棟建築 就在眼前的那一棟嗎 對 就是那一棟 那一棟叫啥啊 那一棟叫做Space Needle Space Needle What the hell 原來是太空針嗎 就像這樣一支針 這樣頂天立地的 這樣塔在上面嗎 對 那我要趕快去 給它頂一下 好 那我們去頂一下吧 Let's go 1962年 世界博覽會在西雅圖舉行 西雅圖想要為世界博覽會 建議做指標型的建築 所以篩選了 許許多多的設計以及名稱 最後選定了如晴天霹靂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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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晴天飛碟造型的 Space Needle 太空針塔 而Space Needle 也在幾經評選之後 被選為地標的名稱 太空針塔的門票價格 包括了免費照片製作 進門拍照時 服務人員會主動告訴你 照相已經包括在門票之內 在觀景台 也是有取景和照相設施 用門票掃描即可以啟動照相 出來時到禮品商店 用門票掃描瀏覽照片 輸入電子郵件地址並分享 打開電子郵件 即可以看到照片咯 無論是從西雅圖中心地面抬頭仰望太空針塔 還是從觀景台俯瞰全城 景色之美皆無可比擬 在晴朗的天空下 壯麗奪目的風景映入眼簾 即使遇上陰天 也難以掩蓋遺人的景致 而由電腦控制的電梯是由1993年改裝完畢的 電梯的速度達每小時10英里 也就是每分鐘800英尺 搭乘電梯從地面到觀景台 只需要短短40秒左右的時間 也正是因此 當地人流傳著一個 快智人口的笑話 因為改塔的頂端是以UFO為藍本設計而成的 所以百姓們常說 這是地球發生大劫難時 總統逃亡宇宙的專用飛船 嘿 怎麼空氣中瀰漫著一股咖啡香 還有魚腥味啊 有嗎 有啊 魚腥味很重喔 好嗎 怎麼樣 來西亞圖 另一個絕對不能錯過的地方 一定就是第一家的星巴克 對… 是 西亞圖是星巴克的誕生之地 在這裡點上一杯咖啡 試圖尋找星巴克最初的味道 以及弄弄的魚腥味 但是不是我 其實就是你好嗎 還有大金豬跟口香糖 對 千萬不要忘了 只要死天裡 也要快點 就認輸了 一杯咖啡 是 這裡也要快點 對 雷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